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呢 这个情况 我会告诉他为什么不好 然后问他说 那你觉得需不需要换一个人 如果对你的好处来讲 那我觉得对你最好是换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换一个人对你最好 这样子你觉得怎么样 那这样也是伤到他 没有 如果 那他们不要啊 为什么要换 不是 因为我会 当然我仔细 我会很仔细的 把这个利害 关系讲给他 告诉他 那通常是因为这样 就是说他是这种移情的作用的时候呢 是对他来说是很不好 就是没有治疗 没有治疗 那他就是转移 就是用一个挖一个东墙来补那个西墙 对他来说是很不好的 那所以我会 会很仔细的跟他讲 为什么不好 可能有的时候会要花到 两三个session 就是两三次的时间 来解释清楚 然后最后解释他接受 我再问他 我现在当然不讲那么细 我就是大致上 我再问他说 那我们现在换一个人好不好 我可以给你三个 那个referral 我就说 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好 要我真的知道是很好的人 然后帮他转过去 OK 那如果他是试的话 就比较会费功夫 那要整个跟他解释的很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转移 看要花多少时间 那如果是我喜欢这个人的话 我动了情的话 那当他结束 他对我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这不行 对 可是有很多的治疗师在美国 美国人很多 我不见得是美国人 就是很多在美国治疗师 他们就会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所以执照被吊销的啦 或是坐牢的啦 处理的啦 有很多 好 那不过真的 我们所以这个东西 因为出事出的太多了 结果就开始有一大堆法律出来 所以这个法律通常是 范围的是治疗师 其实真正的个案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本来就没有责任 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些痛苦 有这些 来找治疗师 所以治疗师你要知道你做的是什么 你不能够趁人之为 好 不能够 就是人家在那个趁人之为 在人家软弱的时候 你去占便宜 不可以 好 还有没有问题 我会主要 可是我不会就是攻击他的问题 我会指出他的需要来 我会指出他的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这等等 我会把他就是又来一次侦探的工作 全部把他摆在他眼前给他看 然后说这样子的结果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是对 就是对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治疗师没有效的 不好的 对他是不好的 他会不会老羞成怒就是 也有可能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所以就看你要怎么 怎么怎么 present 所以我们这个 因为 因为我说有可能 因为看这个人的个性 是什么样的个性 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所以以前 我以前 我以前是在 没有自己一个人 我都是在一个 在一个机构里面坐 所以我们机构的最外面 就是像 有个大桌子 是一个秘书坐在那里 所以呢 如果我知道 有那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跟秘书 我会举一个黄牌子 或者我会开门出来跟你讲说 那那个 帮我拿红的folder 或者帮我拿黄的folder folder 就是拿一个 黄的或是红的来 那他就知道 黄的就是 要 要做什么 红的就是要做什么 他就会晓得了 黄的通常就是 要打电话给医生 要叫救护车 红的就是要叫警察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暗语 就那个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 你想不到的 有些人就是情绪上面 压抑或者失控到某一种地步 你想不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那通常所以 这个 你就做这种 有暴力倾向的 个案的时候 他教导我们就说 你要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 可是千万不要挡住他的路 因为有时候 他是他冲出去 那是你不能挡他的路 可是你要坐在门口 很快 你可以开门 你可以出去 好啦 我们就扯着好远去了 哈哈 先讲可怕了 大家不敢做了 没有 没那么可怕 我只碰到过一次 我没有碰到那么多 十几年来我只碰过一次 所以没有那么多 很少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这一节课 我们来谈谈 对不起 还有问题 不能有朋友关系 绝对不合适 朋友来找我们 我们最多只能做资商 我们因为像这些东西 我们比较学得多 我们了解得多一点 所以我们有资讯 虽然不是专家 可是我们有多一点的资讯 好 然后呢 我可以给他建议 我可以告诉他 怎么样做法会比较好 这是对朋友 所以刚刚 这位姊妹也问了 类似的问题 他说你看 我们如果在教会做 大部分都是姊妹 大部分都是朋友 那怎么个做法 所以我就说 我们在那个 大部分 我们只能做资商 可是当你觉得 资商不够的时候 一定要转介 或者是我做资商 我不够 因为这些 这些 这些就是资料 或者这种 这种专门知识 我不够 所以我一定要转介 好 那我可以继续 是他的朋友 在旁边 好 继续 就是说做朋友 来帮助他 来支持他 可是一定要把它转介 成一个 到一个 比较 更 就是专业一点 就是专门 靠这个吃饭 专门学这个东西的人 找他们去做 好 好 还没有什么 好 没有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要讲一下 我们来谈一谈 心理治疗的起源 跟他的历史 好 好 我们刚刚讲过了 神创造世界是 我们可以 就是 一直不断的 有新的发现 如果 你的好奇心还在 我们通常到某个年龄 好奇心都 没有了 够了 太多了 累了 那 只要你想追求 你就永远有可追求的 所以人呢 吃饱了 身体健康了 我们不再就是 第一道 生存的第一道 第一道需要满足了 以后 我们就开始有一点 行而上的东西了 就开始追求 精神上的 感觉上的 灵命上的东西 我们就开始追求 所以在2300多年以前 那个希腊哲学家 就开始了 就想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开始在这些思考 好 那这些思考 后来呢 就变成了科学 什么各种各种各种学 可是起源是人的思考 所以都是属于 哲学性的思考 比如他们想什么呢 他们想说 是不是每一个人 看到外面事情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说 哎呀 这个树好大 我不晓得 你看这个树大不大 也许你说 小树 小树一棵 那我就说 哎呀 这个水好绿哦 你是不是看到是绿色的 搞不好你觉得是蓝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说 是不是每一个人 看到外界的事情 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他又想说 人的主观经验 能不能够互相交换 能够交换吗 或者是说 真正的知识 是来自于感官的经验呢 还是来自于记忆跟推理 那个真正的知识 OK 或者他们也有人想到说 OK 我们通过联想 我们可以从一个概念 过渡到另外一个概念吗 这些都是很哲学的东西 不懂没关系 不过我就是把他们的题目提出来 我们发现 我们今天问的同样的东西 OK 然后呢 这是属于思想上面 属于心灵上面 他是说 心灵 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中 所采取的步骤吗 好 他们问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 精神状态异常的原因在哪里 OK 一个经验重复次数越多 是不是你就记得越清楚 越能记得住 好 这些都是他们以前问的问题 那有一些已经有答案 好 那有一些 其实还是我们今天问的问题 那在那一段时间 圣经上那些叫什么人 就是很喜欢讲那种 什么学的 什么玄学 什么的 有两种人 好 那圣经上有 耶稣有骂他们 前面就想 人家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那边想 然后不信神 后来呢 耶稣到世界上来了 OK 那他就开始教导神的国 天国 救恩 什么什么 那耶稣升天以后 教会开始有了 可是呢 教会开始是很好的 后来我们也知道 就是变成那个黑暗时期 越来越僵化 越来越律法化 好 所以 那人还是人 人不管在什么时间 都有他的问题 好 就有人有精神上的问题 好 那就有人有这个 所以呢 那个时候因为是教会 就变成所有东西的权威 所有学问的权威 都是 唯一的解释就是 教会的解释是 是唯一的 那所以呢 这些有精神问题的人 好 那 他们就两个解释 一个呢 是被鬼妇 好 一个呢 这人是巫婆 巫术 是巫术 OK 那所以呢 他们的制法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 很可怕 巫术的就一个个被挂起来烧死 然后就挂在 然后后面是死角 挂在上面 然后把他们一个个烧死 那如果说是 说是他鬼妇的 好 鬼妇他们常常 我们就说 我今天没有把图片带来 他们没有照片 是图片 他就把这个人脑袋 打一个洞 说那个鬼进去出不来 好 所以打一个洞 让他出来 我就 我后来 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人因为这样治好过的 脑袋打一个洞在那个时候 就把你脑壳整个打穿 打一个洞 说让那个 那个巫鬼可以出来 好 那所以 那他只有这两个解释 那所以呢 可是当然 这种解释就是 这样的治疗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没有效果的 而且很多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死掉了 好 那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 1730年有那个宗教改革 以后 人的思想又开始 可以发挥了 又开始蓬勃起来 好 然后 那这个 那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开始又回到 我们刚刚提的 2000多年以前 这个希腊的哲学家 他们想的问题 他们又回去了 好 那中间有几个代表人物 有一个叫迪卡尔 我们不要没听过 迪卡尔 OK 那他那时候提出一个二元论 我们大家知道吧 二元论 二元论就是说 他说心灵跟肉体是两个 那两个是分开独立的 然后他透过一个东西叫松果体 使这两个东西呢 联络 相联络 那当然我们今天看是不对的了 那他在17世纪 17世纪有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东西出来叫做存在主义 好 那时候 哇 就我思过我在 那当然 因为前面被教会压得太紧 那教会自己本身又很黑暗 后来就是反得很厉害 所以存在主义什么主义就通通出来了 好 那在欧洲那时候出来一个叫做经验主义 好 那这些东西呢 都后来 当初是哲学 后来就慢慢 有的就是就分出来 最后变成很多就是走到心理学 就原其实是溯源于在这些地方 从这边出来的 好 比如说欧洲的经验主义 后来就出来了什么 就像弗洛伊德就是这些出来的 好 那 那弗洛伊德后来 他们另外 他们 其实这些人 很多很多的这些开宗祖师 这些每一个派系 很多都是原来 或者是家里是很严谨的基督徒 或者是什么 然后他出来他们反 很多是这样 弗洛伊德本身也是这样 他是一个奥地利人 奥地利对吧 德国旁边的小国叫什么 奥地利对 他是奥地利人 那 然后呢 他们有一个礼拜三 有一个每周三的聚会 那这聚会里面都是 有几个人 都是固定聚会 所以那个就像我们的 Fellowship嘛 我们基督教团队 所以这些人 都不说 都不说他们是基督徒了 都不是基督徒了 很多 好多个都不是基督徒了 可是他们 那个形式照样在 可是他们聚会谈的是心理 谈心理治疗 OK 所以后来呢 从他们的聚会里面 出来三大家 弗洛伊德是一家 好 有一个叫 用 用什么翻的 荣什么 荣格 OK 荣格 然后还有一个 艾德勒 这个当初都是 礼拜三聚会的人 然后他们出来 变成三大家 以后我们下面 以后就说 这一学期会谈到 三大家 然后呢 后来这一系列 这个实验主义 心理学 后来发展出来 变成行为主义 就是行为 行为心理学 也是这样发展出来了 到了18 19世纪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说谈啊 就是只是讲了 因为那个 弗洛伊德本身 是一个医生 他是一个医生 所以他 他只是 那时候就觉得 就是好 他常常碰到一些 就是不能解释的东西 比如说那时候的 一有什么刺激 什么东西 惊吓或什么 这些女孩子 这女的就会 变成 歇斯底里 然后最后昏倒 这很普遍的 那我都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他就 他就是在研究这个 然后 然后他 他的病里面 有很多的这种病 他就医治这一个 好 然后 他因为医治这些 他研究这些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 所以很多人以为 心理学从他开始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可是只是因为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 看起来很有系统 好 然后 那他做了很多的医治 他的 他这些医治的人 那时候还没有隐私 这个人是什么病 是什么现象 怎么抑制 什么什么 他就全部都在他的书里面 所以这个 就变成好像是他 其实 真正的并不是他 好 那在18 19世纪呢 就开始有了心理治疗 好 那这个心理治疗 那个时候就变成 就是说 真的 因为以前这些病人 就不是正常人嘛 所以就是 后来 后来就是把他关起来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好 那 那这个时候 心理治疗开始 真的就是用 人 就对他是人的态度 跟他用谈的方式 好 所以我们叫做心理治疗 可是呢 这个心理治疗 就是就很乱 怎么样把他能够治好 好 所以 有人用催眠 好 有人要研究 为什么这些人会是这样 就开始研究 研究什么呢 研究他长相怎么样 面相学 颅相学 看他的头脑 骨头长得是怎么样的 好 然后 等等等等 就是怪力怪气的 什么东西都出来了 好 什么占心术啦 好 什么 什么手相学啦 那个通通都出来了 那只是人在找 为什么人都不一样 好 有没有一个系统 可以长出来 所以我一看 我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 我一看 我就知道你会怎么想 好 就想解决这些问题 OK 所以在那个 虽然已经开始有心理治疗 可是呢 这个心理学的这个理论 都还没有成型 好 那当然就更不要谈说 有什么系统啦 好 那等等这些 好 那没有理论 没有系统 好 那可是呢 开始有了心理治疗 所以你可以想到 那那那是怎么样一个 好 那最早的心理治疗的代表人 我看我们也不必 不必的 一个瑞士人叫Paul Dubois OK 这个因为这是外国语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 大概就是这个发音吧 好 那有一个叫Pierre Jeanette 他是一个法国人 好 那Jeanette呢 跟 他跟弗洛伊德 是同一个时间的人 那弗洛伊德 那个时候在德国 好 这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1902年呢 弗洛伊德 好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叫这个Adler 跟这个Young 他们三个人 好 就对一些 他们就聚集了一些人 这些人都对心理 跟心理治疗 很有兴趣 好 那他就跟他们成立了一个 礼拜三的心理会 好 叫心理会 每个礼拜三聚会 那从 所以他们出来 他们从这里面 我刚刚出了三大派 这三大派是从1910年到1939年 好 主导欧洲跟美洲心理治疗的三大 就主要的三大派 好 好 那其中呢 弗洛伊德 他的 他是 他是一个科学家 OK 所以他讲的比较是机能型 是决定论 OK 那他的理论基本是一个生物的本能 OK 然后是什么是压力跟张力 好 然后在 所以他是说在生物的本能的驱使之下 好 跟社会上的要求之间 一个人心理上的互动的过程 这是他基本的一个理论的开始 好 那我刚刚讲过这个心理治疗跟这个人是有绝对绝对的关系的 这弗洛伊德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害羞 好 非常这个内向的人 他不大敢看人 因为他其实他有一些很大心理问题 因为他后来他也是一个影者 是一个吸毒的人 好 他也是 那 那 所以他的方式很好玩 他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你面对面 这样眼睛看眼睛听你讲 他那没办法 所以他的方式什么 一个长长的那个躺椅 所以病人躺在椅子上 看来是天花板 他坐在他后面 所以这病人看不到他的脸 拿他的记录说你讲的东西 OK 这是 这是跟 所以这个心理治疗跟这个人真的是 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他是这样 然后他拿了所有资料之后开始来做分析 然后用他的刚刚的想法 他的这个生物的本能 因为他 他就是讲嘛 就是基本上几个本能 第一个是性的那种驱使 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那个求生的 就是怕死求生的那个 两种的本能 他用这个做生物的本能 然后这个以后 那个下 不对 下下 就是10号的那个 杨老师会讲的比较仔细 那他用这个 然后再加上这个压力跟张力 所以他就拿了你的 写了你所有你的那个 你讲的东西 然后他用这个 用这两个理论来开始分析 他做的心理治疗是这样 所以他的心理治疗是非常非常非常长 非常非常非常久 然后我不知道有多少效果 今天这一派还在 也在Palo Alto 有一堆 有一堆人是专门去叫做 他叫做 Cycle Analytical 就是说就是心理分析 那现在讲讲会会会会 因为这个太原始测试老祖母 老老老祖父掉了牙那种的了 可是才有人用 那这种人用呢 这更好玩就是说 他们是就是人不多 就那么那么那些人好 可是他们呢 是每个礼拜 就是如果你去看他 你每个礼拜至少是两次 好 那每一次他收费是250块以上 然后因为他们经过特别训练的 他们要收250块以上 然后呢 他通常跟你讲都是五年十年 所以我就说 我几栋房都买到了 看他们的话 很长 他们需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可是他保证就是说 从你出生 没有出生以前 所有的心理问题 都可以把你解决掉 OK 好 那这是这是Floy的 那Adler 爱德勒这一派呢 他就是 他是用的是一般常识 用人的动机 好 然后他关心人群 社交 他是 他是关心人群 他是社交导向 OK 然后他是关切社会的 所以他是一个很温和 很 很 很多就是怎么讲 很 心很大 就是很多爱的那样 这样一个人 好 那所以他的形式 R.E.T. 你们也会 也会写到 好 然后最后 荣格 用 他是呢 他是 他非常具有宗教气息 OK 然后一个非常有创意 非常神秘的一个人 那他自己本人是一个很内敛的 好 很内向的 那 比较想 不大亲近人群 可是呢 他非常非常和善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那个系统 你们 我们学的时候 你看看 就很像这样 好 好 然后 嗯 所以 所以每一个人 就是按照他三 这三个人来看的话 其实 其实你多看了多的 他每一个人 他们的人格理论 跟心理治疗系统 其实就是他们这个这个人 自己本人个性的一个延伸 好 他直接的一个延伸 就是他的那种系统 所以我就说我们认识自己很重要 好 尤其当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 最好去解决 不然你做的那个系统里面就是真的就带了那个 那个污点在 好 那 对这个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简单的讲述一下历史 好 那到今天 到就是现代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讲说 现在呢 今天这主要心理医疗系统的前身 从哪里来的 好 就我们刚刚讲的是本来是不分的 是全部想在一起的 好 那所以呢 从在医疗生理学方面 好 他也是 也是 也是今天心理学前身 今天就有什么 有生理学啦 有遗传学啦 好 有生理医药学 OK 然后呢 有道德神学里面 然后出来就有教母的辅导 今天 到今天我们有的是教母辅导 跟一般圣灵论 好 有的就是我们就说那个 怎么讲 就是圣灵医治 好 这种 这也是心理医疗的一种 然后 希腊哲学系统里面出来什么 有境遇主义 好 有理情行为治疗法 好 也有行为治疗法 就是从希腊哲学里面出来的 欧洲系统里面出来的呢 就有经验主义 好 有弗洛伊德论 OK 有家族医疗系统 好 有游戏治疗 好 然后有这个 Dynamic 心理动力 心理动力治疗 这没有翻出来 OK 好 那下面呢 还有这个存在主义 我们刚刚讲的存在主义 就是我思故我在 简单的讲 强调人 强调那个的 好 他们出来就有 现在有一种叫 完形 Gastau Gastau 这个是一个德国字 好 完形心理治疗 那我们会谈到这一个系统 好 然后这个个人中心疗法 好 我们也会谈到这个 然后人际沟通 我们谈过一点点 谈到沟通方式 好 那这是一种疗法 好 然后呢 是存在 这个Existential 就是存在 存在的一种 存在 不知道是不是怎么翻 存在主义的一种疗法 那 然后这里面也出来一种叫做 Group 就是说 团体疗法 好 然后最后的美国实用主义 里面出来的 就是认知疗法 跟认知行为治疗法 OK 那这是这个 下面蓝色的 这个 这个Cassie是很棒 她把我们颜色分了 所以蓝色是我们今天有的 那前身是这个橘色的东西 OK 原来的东西 好 这是今天带着有这些 OK 那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 我虽然说 也许都有上千种了 最主要的是这几种 好 我们 就最主要分为 今天在用的 还是Active 就是还在用的 是一个是心理动力 精神分析法 一个是人文主义的模式 一个是行为模式 一个是认知行为模式 跟一个后现代 后现代模式里面 这个 又分了很多很多 就是说我们说 雨后春笋 就是从这边出来的 好 好 那 那我们讲到 如果讲到心理动力 心理动力 是Psychodynamic 这个东西是从精神分析 就是佛罗伊德那个出来的 佛罗伊德在先 这个在后 那当然 这个其实是他们礼拜三的 那个聚会里面出来的东西 好 所以精神分析理论 跟心理动力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归成同一个系 同一个 同一个理论系统 好 那你看这个系统里面 就有这么多 好 那一个就是 那古典的 就是佛罗伊德论 好 那另外一个是心理动力论 然后呢 Object Relation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翻的 好 这个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我很喜欢的是 这个Object Relation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这个 好 这个就是 回到我们小时候 刚出生的时候 跟这个有点像 这个有没有 Attachment 跟这个Attachment 有点点类似 这两个是 其实是我比较 我比较 我自己本人比较喜欢 比较有兴趣的东西 好 然后荣格的 分析心理学 好 然后呢 Neil Freud 这个里面包括了佛罗伊德的女儿 她女儿很棒 叫Anna Freud 她的女儿的发展 其实并不比她爸爸差 那可是就是 她没有 没有自成一系 而且她就是为了 那就是 她改了很多 把她爸里面改了很多 可是她维持她爸爸那一个系 所以她就在爸爸那一系的下面 好 然后艾德勒 阿德勒 个人精神分析论 然后是自我分析 好 或者是心理动力 家庭理论 就是这是属于家庭的 好 我们这一学期讲的东西里面呢 有两个大的东西 没有办法挤进去 好 一个就是Family Therapy 就是家庭 家庭论 家庭的理论 有另外全部不同的 就是做整个家庭的那种做法 好 那另外一个是群体的那个 没有谈到 没有办法挤进去 因为这不能乱挤 因为这两个很重要 将来我们要用最多 可能就是这个 我们在教会里 要用最多可能就是这个 所以我把那两个并在一起 可能我们会再开另外一节课 专门谈那两个 谈得比较细一点 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怎么做 好 用那两个来做 那这些就是一些理论 好 好 Oops OK 那至于行为 行为 治疗 行为治疗 行为的这种model 这个模式 那它分成 就是说其实从两个系统来 一个叫做古典约制 classical conditioning 好 那这个 林老师下礼拜来的时候都会教 OK 然后那个operant 就是操作型的约制 这个是从 完全从行为来的 就是说 这个是从动物的 从动物的 就是用动物做实验 发现的东西 然后发现这个东西呢 怎么运用在人的身上 用行为来做 好 那 今天很少有人单单只用行为 很少 所以都是用了 都是用了这种 好 加上你的 这个认知 好 就是说你 你的行为还要加上认知 合在一起 叫认知行为治疗法 好 就是第一个 认知行为治疗法 或者是理情行为治疗法 或者是这个 叫认知治疗 Cognitive Therapy 这个只用认知 没有不佳行为 跟那个不大一样 然后呢 有自我导向训练 或是解决问题技术的训练法 或者是Thought Stop 这个也很有意思 不过这个很简单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Thought Stop 就是说这个 就是思想暂停 OK 你自己叫停 你知道什么时候 你自己叫停 那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用 这个我相信这个不晓得 林老师有时间 他一定会谈 他也会提到这个 那下面呢 压力 压力接种 OK 我都不知道这个 要翻成压力接种 OK 然后自我控制程序 跟自我训练 好 这个呢 是属于行为 认知行为的这种疗法里面 有 现在在用 比较活跃的有这一些 好 下面三个这个绿色的 大概专门说 我是这一种的 好像比较少 好 那这种通常就属于 资商师 资商 OK 好 那人文主义的模式里面 好 这一个呢 里面就是这四种 这四种 不是只有这四种 可是这四种是最主要 而且这四种就是 这四种是很有意思的 那这个我们会谈 这个我们一定会谈 好 第一个是个人中心疗法 好 那这个呢 哦 我要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我们只听没有用 我们不知道真正做起来 是怎么个做法 好 听了一大堆理论 不知道真正做是怎么做 所以这一个 这个个人中心疗法呢 我会带一个video video来给大家看 那那他就是他本人 就是carl roger 这个人自己本人在做 好 那我们会听到一大堆理论 可是他做的时候 你会好像跟他讲的都不真相 可是因为他做到一种地步 太熟练了 好就是就是 我觉得他这个人整个 是人的延伸嘛 他这个人整个在里面 所以你不见得能够看到 他理论这么多 可是你要追溯回去 是他讲的理论 好 那所以这个是个人中心治疗法 好我会拿一个videotape过来 然后gushed out 我有没有好像没有 好 不过有的话我会拿出来 拿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人际关系分析疗法 跟现实治疗法 OK 那现实治疗法我们的书上没有 不过呢我想我也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他有他很特殊的地方 好那这个 这个是人文主义里面的 然后 postmodern里面 就是这个postmodern就是说 因为刚刚 我们刚刚从开始有心理学 就叫modern 已经叫现代了 那是后来又再发展出来 所以叫postmodern OK 就是后现代 那后现代呢 他主张的就是说 心理治疗不需要那么长 好 所以这种都是比较短期的 这种就是 那比如说第一个solution focus 就是解决问题的 这个叫智商法 就是你问题在哪里 去解决它 OK 那第二种是叙事治疗法 讲故事的 好用讲故事的 OK 那第三种是 OK 这是合一的 那这个东西我们书上也没有 所以我们大概也不会谈它 好 好 那就 OK 那好 那我们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发展出来 我们整个心理治疗发展出来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太多太多 可是因为我们不可能都谈 也不需要都谈 好 我们把重要的主要的好的东西 好我们把它都找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知道 就工具箱装了工具 然后我们稍后再每个去检验检验 看怎么用法 好 好 所以我们这个环境就是教会的这个环境 可能哪一种是最实用的 最实用的 我是觉得 每一个里面我们都可以选几样东西 都可以用 你会提吗 一路在教会 可是因为我选的可能跟你选的不一样 因为我的个性可能跟你的个性不一样 像等一下 我就知道 因为我怎么发现 因为譬如说你要做游戏治疗法 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很好的 每个人都可以学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很好的 那 所以我在一个机构做 最后 所有的小孩都丢到我这里来 我都不想做小孩 我真的不想 小孩好累哦 跟他们爬在地上玩 我都不想做 可是他们就通通都丢给我了 因为为什么呢 个性上的问题 你跟小孩说 你就要能够放得很开 然后跟他们一起 一起那个 能够到某 那有些人就是 真的是比较属于严肃的 很有思想 很有内涵 可是你中间跟小孩没办法 没有办法 那他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 他觉得你很很真的无趣 所以用了很大的力气 做不来小孩 没有办法做 所以这个说 就是说 每个人选的东西也不一样 那因为你的个性是怎么样 比如说有的 嗯 对不起 因为我在想 有些东西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仰 是有抵触的 并不合适我们去医院 对 那所以你自己的取舍之间 那你有抵触 你可以用到 因为你看 我们这本书里面 它有正面的批评跟反面的 好 那你反面 都是我们想会抵触的 可是你反面的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用成正面的 因为你自己要站稳了 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好 你对真理的认识 你对神的认识 好 然后你对人性的看法 所以你这个东西 都可以转过来用的 你自己可以运用 可是一定要经过 你自己的消化 好 你不能说 他这样造钞 那这个不行 就是抵触 那就不用 这不行 这个不能做 因为这个不是科学 如果科学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那可是不是科学 所以你要自己经过一个整合 好 你自己想过 消化过 然后从那边求证过 从神那边求证过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了 谢谢 那老师说 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佛洛伊德 它是属于不矫动情绪的那一派 对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 书里领过他自己的 他所著作的那个梦的解释 嗯哼 那我不想说这样子的一个 就伊林 现在专业的角度来讲 嗯哼 他的梦的解析 这个是可不可以采集的 会有一个语气 很有意思 梦的解析是属于佛洛伊德一派 可是现在有自成一派 就叫梦的解析 OK 那他们的东西呢 因为好 这个东西就是说 嗯 你绝对可以用 可是绝对不是造他的 为什么 好 因为你的梦 我们的梦是一种 嗯 好 我们离题一下 我们的梦是什么呢 是一种排泄 好 那现在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好的吸收的 不要我们就排泄掉了 这是身体上的 我们的精神上也是一样 我们每一天出去 好 你这个眼睛像照相机 啪啪啪啪啪啪 照了一大块东西 有时候你并没有经过 嗯 处理 好 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呢 你的就在清扫这些东西 就在消化再清扫 不要东西就就丢掉 那梦是这种 梦很多的时候是属于这种 把一些东西排泄掉 压力太大 怎么排掉 什么不高兴的 或者什么高兴的 怎么样 就是在在在处理这些东西 在处理我们精神上的东西 好 那可是呢 你处理是非常非常属于 主观性个人性的 意思就是说 我梦到一条河 OK 那水很急很急很急 那 对我来说 一条水 一条河 水很急很急 那是我小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门口有一条河 水很急很急很急 好 那对我的意义 是回到过去 或是跟什么有关 跟以前有关的东西 可是对另外一个人说 他曾掉在很急 所以差点被淹死 所以是一个恐惧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种叫做 SIMBLE 就是叫做一种 SIMBLE叫什么 呃 象征 是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只有你自己能够解释 好 那所以呢 他那里面有固定的解释 比如说烟囱就代表 男性的什么性器官 什么这个代表是什么东西 他通常都跟性有关 他的 他梦解析里面的东西 好 那因为他的理论是这样 人的基本上两个冲动 好 两个 一个是恐惧 一个是冲动 一个是性的 一个是怕死的 所以他就用这个东西来解 所有东西 那 不是这样 OK 可是你是可以用 因为我在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上 有一节课就叫梦的解析 结果我们的作业就是 每一天就在枕头旁边 放一个笔记本 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自己不知道 每个梦能够维持 在你的记忆里的时间 只有20秒钟 所以你在梦的同时 你就在写 我们在训练 不能睡得很熟 因为 你睡觉 因为要写你的梦 然后 黑心猫 有时候写了 我自己也看不懂 我要写什么东西 然后写成一团去了 就你看得懂的 我们就要拿到班上去 你就有partner 然后你就要 就把你的梦讲给他听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来解析 那当然他解析 不是说 你讲了 我就帮你解释是什么意思 不是 他就问说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你来说 好 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 好 那你等等等等 然后最后就说 OK 有一个整体 那我看到你的梦的意思 在跟我讲的是什么什么 好 那是我们一节课 那 那 我就记得 我的 我的partner 就是说他在骑脚踏车 然后骑在一个很窄很窄的路上 那路很窄 反正 最后出来 居然就是他的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 我完全不知道那个东西 不过我就顺着老师怎么讲嘛 我就就这样嘛 我就这样一个个问嘛 那那个很窄路是什么意思 那你其实几乎要掉下去 没有掉下去是什么意思 等等 就这样一点点这样问 问到最后我解析出来 他吓一跳 然后那个大男人开始大哭 因为他他从来不知道 他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么严重 就是他对他的影响有这么深 OK 那 那所以说 你说梦的解析是不是有用了 有 可是是不是照他那一套呢 不是 好 好 还有没有 有个人每岁必梦 那个梦太多了 有些时候 是每个梦都有意义吗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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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部分时候就是说 你看比如说你今天 看到一个那个 后面咖啡壶剩下那一点在那边 你已经照相照进去了 然后你的感觉是觉得 哎怎么有人把它喝掉 或者把它洗干净 好 你的感觉是这样 你的里面反应 前一世纪很多很多反应 你自己根本不知道 那你梦里面 就会出这些东西 因为在梦里面 搞不好你就已经把它洗掉了 或是把它喝光了 处理掉了 好等等之类 就是把一些不满足的 或一些什么东西 像我们 我们人天生就有个本能 要求那个平稳 好 那所以这些不那个的东西 我们就想办法 就有办法就把它就把它解决掉 所以我们会 其实 真正就是说Ramp Sleep 就是说最深度的睡眠很短 每一个人 其他时间都在做梦 就是都在清理啊 我们都在清理啊 都是在做梦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不记 我从来不知道我原来真的有做梦 我从来说我没有做梦 我没有梦的 记了才知道 一直在做梦 一个接一个一个 那梦的时候 有时觉得这一个故事很长 其实实际上只有几秒钟 所以就是来不及写嘛 都是来不及写的 可是完全不记得了 完全不记得了 没关系啊 因为事实上它 你拿 你不 不理 不记得是正常 它只留在记忆里面 在最多20秒钟而已 所以你一定不会记得嘛 就过去了 所以在做的时候就开始写啊 所以我就说写成一团 这就看不懂嘛 那 对 那时候因为是功课 非做不可 不能不做 你看 我没有叫你们做这种歌课 对你们很好吧 让你们好好睡觉 嗯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呀 另外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你刚刚讲说分析 分析的心理医師 跟角动情绪的医師 那一般来讲 是要搭配的去治疗 看个人的状况 嗯 各样的状况去用Boston 去做这样的治疗吗 还是说要取舍各疑 就是 就是看你 就是完全看你 所以我们交的时候 我们不会把它混起来交 我们不是一个一个交 那这都是工具 比如说你是说 哦 这个这个一个一个什么东西 好夹在那里面出不来了 那你可以用钳子用什么一起 一个一个一个拔一个勾 你可以这样做 那有人说不需要不需要 把那个拆开 或者说你每根做法可以不一样 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就是看你 那可是我们 呃就是说我们这节课 主要就是把每一个 每一样单向介绍给你 这是锤子 这边比较重 这边比较轻 你可以用来敲东西 然后一个钉子可以敲 这是我们要讲的 OK 我们要介绍给大家是这样 至于怎么用法 真是看我们自己去试 好 那我们自己试 我希望说我们有时间 让我们彼此之间互相试 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给一些建议 好 你这个敲得太重了很痛 好 或者说你这个不轻 你这个烧不到氧树 好等等 我们就互相能 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 那我也把呃 真正的那个做的人 做的实况录影 呃给大家看 好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呃 我们历史讲完了 历史其实很长 只是就是我说 我们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知道一些就好 大概知道就好了 好 好 那我们讲过了 这个 如果是单单讲 讲心理学 好 因为心理学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是因为 我们宗教的那个黑暗时期以后 压得太厉害的一股反的潮 所以心理学里面老师说 就跟那个是唱反调的 因为 那个 那个最黑暗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 就是 通通律法化 可是就是神神神神神 然后神全部 其他全部是律法化 没有 完全没有顾到人 所以这心理学跳出来的时候 就是人人人人人 我我我我我我 那这个东西跟 跟圣经当然是抵触的 OK 那所以我们在学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把它整合 好 那这个 这个我们书上 我们那本书 到哪去了 我那本 那个书上的第二章 好 第二章整个讲整合 后面第17章 第二章第三章都谈到 好 第17章也整个在讲整合 好像是 我应该没记错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去读 那我今天呢 我是讲说 我不再讲书上的东西 好 我会讲我自己的 好 我自己是怎么样子来 来 来把这个东西怎么调试的 因为 会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 好 做这个不是我要的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我会做一个心理治疗师 我去研究心理 我从来没有想过 OK 那 所以 我 最重要就是说 我这个 这个 我们就说 这个 这个人的过日子 好 我发现说怎么那么难 怎么那么苦 好 后来就说 OK 信基督 信了以后呢 我就完全照着教导 好 教 牧师的教导 教会的教导 好 圣经的教导 我天一样做一样 好 我老实实 实实在在去做 实实在在去学 实实在在去 就脚踏实地 我做基督徒 是基督徒 我要是基督徒 我不要做基督徒 所以我真的就是很认真 真的是一直很认真 可是我认真的半天 嘿 难处不但没有减少 更多 更难 好 因为 你不认真 很多东西阿阿阿阿阿就过了 你认真 过不去耶 很多东西过不去耶 好 就难处就更难 就更多 这次怎么办 好 那好 太痛苦了 没有办法了 那我就去找 我们找我们这个 这个 教会里面一些 比较 怎么讲 属灵的人啊 他们一定懂得比我多 我 我不懂 好 我就去找 结果呢 好 结果 我去找的结果 我老是爱骂 你祷告不够 你知道吗 你这个毒精毒的不够耶 什么什么 都是我的错 然后这个 弄的半天都是 然后最后就如果跟一个人有 有关系的话 哎呀 那你就应该 如果你是真的是那个的话 你要用爱人啊 他什么 你是不够爱呀 好 好 全部都是我错 就爱 那我是觉得已经用到最 最后 我没有东西再用 为什么还要我 我做不出来 那怎么办 好 就我就发现说 到教会去找帮助的结果是 那个 人家把更重 我已经担不起我的担子了 可是人家把更重的担子 又丢在我身上 压垮了 好 后来我就开始想 我就开始生气 我生谁的气 我不是生人气 我生上帝的气 我说你这个太 太这个了吧 你这个太过分了吧 这个人对你不好吗 还留一点余地 这个神一点余地都不留耶 好 我说你这是因为全能的结果吗 因为要教我 那我今天不干 我不学了 我不学功课 有些都是功课要学的 不学了 我一开始生气 那气了很久 还是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 所以呢 我自己是想解决问题的人 好 所以我后来就 不生气 不再 用生气没有用 气也气了好长一段时间 好 那气的时候我就不去教会了 什么都不干 我这种 什么事情都做过 好 然后呢 我就是开始思想 我就想说 这是你 你的意思吗 好 这是你的做法吗 如果你知道我是这样的话 好 好 那你是 你是要 是你的意思让我这样 受这种罪 受这种苦吗 然后是你的意思要我更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吗 比如说 祷告更多 因为这是没有限制的嘛 是不是还要更多 好 那我就我就问 好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如果耶稣今天在这里 他看到我 他会跟我说什么 好 那他会对我怎么做 我开始问这个问题 好 就开始那个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我的信仰开始进到心里去了 我的信仰一直在我脑子里 好 一直在我的行为上 我的脑子叫我的行为去做 所以我就照着这个去做 做了很多很多 里面并没有 里面真的没有什么位置是属神的 因为我做了半天就说 我很属灵啊 我很很棒啊 没有人能够说我什么东西啊 那其实忠心还是在为自己 有一些深渊了 或一些表现了 whatever 就是人心很诡诈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不想去求了 不anyway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就开始真正的问 如果耶稣在这里 他是怎么做的 好 那他会怎么说 那他会怎么看我 他会看我的情况 他是怎么看 他是怎么解释 他接受不接受 好 那所以呢 这是一个 就是说是我自己的一个开始 然后那时候信仰就开始 才开始有根 才开始扎根 然后我就发现说 嗯 耶稣在不是这样做的 他不会这样做 他不会这样说 他看我 不是像我以为 或是人家告诉我 他怎么看我的 不够 不够 他不是这样看我的 所以我就还是说 那他在是怎么样 我发现说 不是我一个人在受苦啊 教会里很多人都是这样 那大部分不敢讲 因为讲出来 就像汇洋我一样的结果 变成笑话 变成大家传的一个那个 然后变成 呃 变成就是说 这个挨骂的对象 嗯 嗯 所以我就 就说 我就说那 那怎么办 好 我就说 这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怎么办 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所以我就开始去 从心理学的角度开始去找 这心理学一看 哎呀 要把我给吓坏了 因为那时候我开始真的认真了 真的开始扎根了 就开始发觉 这心理学是怎么回事 全部都是我 我我我 那撒旦为什么会从天使变成撒旦 就是因为我我我我 对不对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心理学 专门体贴人的意思 哎呀没有我呀 你很好啦 你什么什么什么 你都对你都好 那个都是他们的错 好 不负自己的责任 OK 不体贴神的意思 好 然后就建立什么 建立那个 那个挤 好 那个挤是什么 是跟圣灵为敌的 他平平在建立这些东西 我说 后来我再多多看看 多想想 我说这不对啊 我说最后的 那个圣经上最后讲说 那个末世的大淫妇 我说哎 搞不好就是心理学 因为这心理学 引诱人 离开神 引诱人把作用力 放在自己身上 引诱人开始 老自私的 就是pamper自己 就是爱护自己 保养自己 什么自己自己都不管人家 好 更神就不知道到哪去了 我说搞不好是这个 我就觉得好可怕 所以我上了一节课 读了两本书 砰我就跳开了 再不去碰 不敢碰 一直到过了几年 过了大概三四年 有一个暑假 我有一个朋友 邀我去听一节课 在 就是在我后来上的学校 Western 就是西方神学院 那他有个教授开一节课 他说这个教授开这节课 开得很好 那是心理学 可是他开的是属于心理学 那可是呢 他是一个神学教授 他叫我去听 我实在没什么兴趣 我也跟他讲了一大堆理论 说这个东西很危险 什么什么什么 他说没关系嘛 我们去听听看嘛 好 那我想想好吧 那就去听听看 就一个暑假去听 就去听了 那个教授就叫我们 我记得他叫我们每个人讲讲 为什么你要来修这门课 我说我只是试试水温 试试水温 试试水温 那个 那个 教授给我挤一个眼睛说 水温很好 结果 后来上完那节课 我发现说 他给我的一条是新的路 因为这个教授他是 他是一个 怎么讲 也是受过很多很多很多 人生里面是非常负面的一个人 那他也是经过他自己的整合 然后他是神学教授 而且是非常非常有权威的神学教授 可是他在我们的课里面教了很多属于 属于这种心理上的东西 好 他就把 因为神学里面教导我们是神 他让我们认识神 让我们知道神 让我们知道神 等等一切 可是呢 有的时候 我们 我们追求这个东西的结果 我们会忘记我们是人 我们是一些软弱的 有罪的 有不及的 有不能的 一些人 我们忘记者 没有看这个 好 所以我们只去看神 然后就希望自己一直去追求 像他那样 拼命去做 像我以前一样 好 那做不到的 OK 做不到的 而且有很多痛苦的 那 那这个教授呢 他知道神 他也知道人 所以他怎么样把两个合在一起 把神来 进到那个人的痛苦软弱里面 来建立这个人 他教的我是这个东西 所以后来呢 就因为上职业课 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试试看 我去上 我就开始去学这个东西了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努力遵行神的旨意 要顺服神 要舍己的时候呢 好 常常就是说 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痛苦更重 那我们教会里面认真的基督徒 通常都会有这些困难 那神是借着这些东西 真的是在建立我们 是在 那 除掉一些东西 除掉一些 我们就是成生长的过程中间 带来的一些很多东西 其实不是属于神国的 不是属于我的 神照我的时候没有在里面 是我成长的 把它带进来的东西 那 神要想办法把我们拿掉 因为这个东西叫我们是受苦 好 那神的爱要 要在我们身上完全 所以他真的要把这些东西拿掉 虽然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的生长过程里进去的 就是都在里面了 所以每一次拿是开刀 很痛 所以我们通常都不要 我们都不肯 可是不拿掉 站在那边随时他会发炎 随时他会 他会 就是 就是 就是让你不能有些东西 因为你比如说你的手 好 扭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就是不能 你拿东西拿不了 什么就是不能 你就是 就变成 比神照你的时候少了一些 所以神要把这些东西拿掉 好 那这些东西都是开刀 OK 那那开刀都是很痛的 所以神需要人 需要一些人懂得神的心意 懂得怎么去把神的爱传达到这个人身上 让他可以承受 然后拿掉这些东西 好 我觉得这是心理医疗 你基本上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自己对真理的认识很重要 对神的认识很重要 好 然后那个是你的基础 在那个基础的上面 你怎么运用我们学到的这些技术 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都是活的 好 都是活的 就是说没有一定说一定是哪一个最好 哪一个哪一哪一派最最最最最棒 啊 我们要用哪一派 其实真的都是不一样 好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是属于非常非常叫做什么 就是说 directive 就是说 这个这个治疗是做主的 我来决定 然后我要你怎么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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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个很很很很很 我们叫什么 很专制的 那也有人是说太过民主的 你说什么都好 什么都对 什么都对 也有这样子的 那所以你在你你用的时候 你的个性是属于什么样的 好 他有些人就是属于就属于领导型的 所以他一定是做主的 告诉你一二三四 你就知道就这样这样去做 帮你分析帮你搞好 你所以就是这样这样 那是那就是你的方式 并不见得特别好 也不见得特别不好 就是就是你的方式 你怎么用顺手 好 那有些人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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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温柔 就是听话的人 你就讲他就一直听 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其实你是真的会听的话 那个人已经大部分得了一致 一半得了一致的至少 你真的很会听话的话 那就是我们刚讲的人 个人中心疗法 他最主要的理论就在这里 好 那所以呢 我觉得那你必须自己先是一个基督徒 好 那有基督教里面 道德的生命 好 有整体的一个 对圣经的 对神的一个认识 并且呢 你凡事 你真的让神做主 OK 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我们常常会去看见 哎 现在目前的结果是什么 不好 不好 不对不对 然后我就去想个办法把它变好 那我们都很聪明 我们都有办法变好 可是这种好都是暂时的 很短暂 不能够持续的 那如果是真的造神的意思的话 他那个好是永久的 不会变的 那这个人会变得很坚强 他可以走很远的路 OK 那所以有人说整合 整合是不是就是说 你拿一部分的心理学 再拿一部分的神学 把它放里面混一混 那就到整合 不是 真的不是怎样 好绝对不是怎样 好 那所以 我们如果我们任何的理论 任何计较都可以用 OK 可是呢 要在基督全民之下 在神的掌管之内 那问题 什么叫基督全民之下 什么叫神的掌管之内 就是我的心 是在基督全民之下 是在神的掌管之中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治疗师 他一般来说 他会很清楚的知道 他说就是这个人 他所预定要到的目的 要到达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境地是什么 好 因为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治疗师 就是说 没有基督什么 基督心理治疗法 或是治疗什么什么的 没有这种的 好 没有没有这种的东西 因为不可能有 那可是治疗你这个人 你做清理治疗 你是一个基督徒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你带出来的东西 因为我就说就是一个人的延伸嘛 你带出来的就是 就是这一些东西 好 那所以 我们不能就说 OK 好了 那我 我是 我那个 我这个用什么方法做 那做了以后呢 我 可是我是说 我加上一个神学 神的一个外衣 这个是 这个是 一个外表 我是 是 是什么 然后我常常讲到感谢主啊 什么祷告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呢 内容 我做内容是骗人的 OK 我是骗人怎么样去接受世俗 要接受这些心理 接受这种 这种心态 好 接受这种看法 那这个东西我是觉得 那这个就是我们走错路了 好 好 好 那大家有没有 在这边有没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希望 这个东西全部 不是书上讲的 是我自己的经历 好 我发现我最后的整合式 是这样的一个整合方式 那我自己先要 先要把自己 站稳了 再去神里面站稳了 然后我再去选用一些 什么 就是说 他们教我们很多 真的是很好的一些东西 好去了解人 好 了解病态 然后了解健康 然后你怎么样做 能够把这个病态除掉 或是病态显露出来 可以开始改变 好 那这个这个是他们教的很好的东西 另外就是说 可是你自己要是 是一个会用的人 就是说你自己知道 你用 你的目的在哪里 你怎么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老师 一个治疗 就是基督教 基督徒的治疗 实施也有点 被神拣选的 我意思说 因为你刚刚讲的那种过程 有的人 可能从小他 他就是比较平顺 他也真的是 所谓 我们说很蒙福 或怎么样 他就可能 没有一些很多的特殊经验 那他所带出来的 可能就比较多是他头脑 或者说他学习来 他就是 不是他真正理念 他经过的一些东西 可是有的人也是 我觉得世界上 都是有语言的 应该这样讲 那可是有的人承受的 可能是 他可以帮助更多人 是因为他走过一段 过去他也愿意 好好的学习 然后所以我说 这是不是有点 预定跟简选的一个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我今天走这条路 是很清楚的是蒙招的 因为这不是我要走的路 我自己的那个不是这样 所以我不是我要走的路 可是我知道很清楚 是一个蒙招 那你刚刚说到 就是有些人是很平顺的 是不是他就比较 做得不好 或者是比较 不是 绝对不是 因为你像 你像我们这个理论里面 有的人就是 是很那个的 那有的人就是 真的是很平顺的 很好的 他是一代宗师 很好 因为 这个完全看 看你的 就怎么讲呢 你对人的爱有多少 好 你对人的那个有多少 好 那你如果是 你可以 你真的是可以去了解他 然后如果他能了解你 他知道健康是什么 你去了解他 你知道不健康是什么 好 那你真的可以把它带过来 那我有一个 我像你像说 我就说我有一个同工 很早以前同工 他真的是很顺很顺 他跟我比起来 他真的太顺太顺 可是呢 我就发现有一件事 他只是一个小感冒 他的精力 并没有比我受 这么深的痛苦要轻 他只是因为一个感冒 然后感冒不好 一直不好 就是拖了一阵子 所以他那个上上下下 那种种种的精力 就跟我受了这么多痛苦 几乎是一样 我就跟他说 这真不公平 那不过呢 所以说不见得 真的不见得 一个人要认真 要想要神的话 神会被你要到 那不管你是平顺也好 不管你是受了很多苦也好 当然受苦 一个受过很苦 经历过很多的人 你在座上面有 有怎么讲 有占便宜 占便宜就是说你很容易了解 那个人在这个情况里 是什么样一回事 什么感觉 所以你两三句话 你可以抓到他的 抓到他的心 这个是占了便宜 OK 那是不是就做得比较好 不见得 因为有些人受了苦 他并没有 没有真正被神 就是说了解神的心意 然后得到医治 的结果 他会把他的痛苦 跟他的羞耻 加到你的身上 不见得会是比较好的 心理治疗师 还有问题 还有问题 我知道 再多的心理 就是想要成为 心理治疗师的人 那他自己要先被医治 我觉得至少要经历过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 有安排这样子的 这个被他们 一定都有啊 其实我是觉得神随时随地 都要医治我们 大的小的 通通都要 你就医治包括 思想上面的东西 神都要医治的 那你看你 你能不能够警觉到 然后要求神来 医治我这一个 让我经历这个医治 我知道我那时候 我求神就说 这些事真的很痛 可是让我 不要忘记这些痛 所以当我接触到人的时候 我知道他是怎么痛的 然后我的脑子记忆都没了 真的 我那个太长期的这种挣扎 depress 就是忧郁症的结果 脑子就是我说稍坏 脑子真的坏掉 可是这些痛我记得 感谢主 OK 好 我们先再一个问题 因为他过一分钟牌子了 你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读过很多书 好 那他就是 因为我就说在那个时代 在我们前面那个 2000多年那个时代的时候 所有的精神病都是鬼父 都是巫术 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只有用一个方式 那可是今天呢 很多时候 我们就发现有遗传的关系啦 有受刺激的关系 等等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那可是呢 有一个精神医师 有一个精神医师 他是 他是基督徒 他写了一本书 叫精神病与鬼父 他说 超过80%以上的精神病 都是鬼父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 我只是读书而已 我也不确定他讲究是对的 不想什么 可是我知道一个基本上 人是怎么一回事 人的需要是什么 如果我们满足一个人的需要的话 就像那个 鬼也不容易附他 就算真的是鬼附的话 那他满足到去 他精神上面 他就真的就对了 就好起来了 所以我不会回答你的问题 好 那我不会分辨因为 好 对不起 我们休息一下